这就是600年前明朝永乐大帝的御用宝剑永乐剑 如今流失海外成为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前几年一位中国收藏家想以10亿元高价买回这把宝剑 但直接被英国博物馆拒绝 永乐剑是当年朱棣赐给西藏佛佛的礼物 命令工匠专门打造的一把品级极高的宝剑 整个剑身长约90公分总重1.3公斤 工匠在剑鞘和剑饼上都使用了流金的供应 使得整把剑看起来金光灿灿顶级很高 在剑阁上朱棣还命令工匠刻下许多藏传佛教专属的文士 以体现大明王朝的用心和博爱 尤其剑挡出雕刻的佛教神兽穷 更是被刻画得唯妙唯肖 神兽穷眼睛上的红宝石的装饰更是灵动逼真 神兽穷也就是所谓的狮子 在当地的文化中狮子乃是雪山凶兽 但同时也是守护雪域高原的保护神 整个剑刃采用整块纯铁打造而成 据说削铁如泥锋利无比 剑鞘更是交错浮雕的纯金纹饰 华贵至极 后来朝代更迭几经辗转 这把绝世宝剑被收藏到了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之中 直到八国联军闯进圆明园后 将里面的宝贝全部洗劫一空 被带走的就有这把精美的宝剑永乐剑 如今它被珍藏在英国皇家军械局博物馆公诗人展览 在这座博物馆中 收集了来自全世界无数珍贵稀奇的兵器 但最终永乐宝剑以其工艺繁琐制作过程复杂被推选为赐管的镇管制宝